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何解围 消弥矛盾的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中餐厅4 每一位成员都是娱乐圈有头有脸的人物 并且能够聚在一起 也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私人矛盾的 所有的矛盾都只可能是在运营餐厅期间 为了公事而产生的 比如说 赵丽颖和小林哥的几次矛盾产生 就在于彼此的立场不同 赵丽颖是站在了财务的立场 想着开源节流 而小林哥是站在了采购以及后厨的立场 想着兵精良足 其实 财务和后厨 采购有矛盾 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就好像古代的时候 工部 兵部和户部就经常彼此不对眼 工部需要更多的钱去建造 兵部需要更多的钱招兵买马 建立国防线 但是户部不可能为了这两个部门就搬空国库吧 毕竟除了这两个部门之外 其余各部也是需要钱财支撑的 因此 小林哥和赵丽颖之间的矛盾就如同工部 兵部和户部的矛盾一样 双方都是有着自己的道理 都有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错 就比如说 小林哥的立场就很明确了 他负责采购就是为了餐厅越来越好 又不是在给自己谋私利 并且他采购的时候也是有一套标准的 并不是在乱花钱 因此觉得赵丽颖这位财务没有必要阻拦他 毕竟他也是一心一意为了餐厅 是在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可赵丽颖的立场同样很明确 那就是他并不反对小林哥去买菜 也支持小林哥的做法 但是他会有意见的原因 就在于财务方面是入不敷出 无力继续支持小林哥这样大手大脚的采购了 需要小林哥在采购方面在削减额度 来确保财务方面有充足的预算额度来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赵丽颖的考虑也是更加长远 也不能说他有错吧 在看到了财务和采购都有矛盾的时候 大家的表情也是很无语 比如说张亮就似乎是神游太虚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根本就不想多说话 其实说白了 在小林哥和赵丽颖说话都很有道理 且各自的立场都是为了餐厅越来越好的前提下 旁人确实很难发表意见 其实别说张亮 就算是当事人的小林哥和赵丽颖也是一脸委屈的样子 小林哥心里面肯定是有着自己的委屈 在去年参加中餐厅的时候 他就吃过不少亏 因此今年担任采购之后 肯定希望能够让自己做事顺心如意一点 并且他确实是没有多买 一切都是按照着餐厅的需要进行采购的 因此他就觉得赵丽颖的阻拦很没有必要 可赵丽颖听到了小林哥的没有多买之后 心情也是有点低落 赵丽颖也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餐厅运营考虑 在餐厅前期运营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他肯定希望采购方面的支出额度能够降低下来 留够充足的预算 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 这就好像亮剑里面二营长的大炮一样 如果在攻打平安县城前就提前打空了炮弹 那么在攻城的时候就肯定会无比尴尬了 但只要能够忍住不在前期的战斗里面使用二营长的大炮 那么在后面攻城的时候就可以起到奇效 而事实也证明了 二营长的大炮在后面的攻城站里面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所以 赵丽颖想要留足的预算 就是希望这些预算可以在后面起到翻盘的效果 可如果前期预算超支的话 那就很难起到翻盘效果了 就在氛围无比紧张的时候 我却在意解围方式 首先是赵丽颖主动给出了台阶 赵丽颖说道 我会觉得我们在一起可以默契 可以配合得好 我反而觉得比我们要干多少活更重要 在这里 赵丽颖将她和小林哥之间的矛盾归结于一点 那就是彼此的默契不够 这说明两个人做的事情都没有错 只不过彼此之间没有默契配合而已 在赵丽颖给出了台阶之后 小明哥也是及时参与了解围 然后表示 一切矛盾都是出自于性格问题 通过对小林哥以及银宝的性格夸奖 让两个人都得以互相谅解了 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小明哥主动点名了一点 那就是 赵丽颖的性格就是这样坦荡率真 她说话都是就事论事 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 让小林哥不要太在意她说话的语气 在黄小明的解围以及原场下 可以看到小林哥的脸色要比起初好看很多了 其实 小林哥最在意的还是别人对她的评价 很担心自己不被大家认可 因此 当赵丽颖指出采购问题的时候 小林哥就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遭到了质疑 那么 他肯定要为自己的业务能力进行辩解了 不过在小明哥和赵丽颖高情商的处理下 大家也都明白了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小林哥的业务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大家需要每一天都开会 做到及时沟通 让彼此之间了解到难处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产生 总的来说 在看到了赵丽颖给出台阶 黄小明及时原场的解围方式后 只能感慨 小明哥 赢保情商太高了 真正的划矛盾于无形之中 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 有网友表示 假如赵丽颖不制止林树卫疯狂采购 中餐厅会变成一档公益节目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问题 小伙伴们有目共睹 就是采购和资金问题 赵丽颖作为财务管理 几期节目下来 小伙伴们也能看得见 她很负责 特别负责 她很担心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 或者忙活了大半天 结果什么都没赚到 与此同时 就是林大厨疯狂采购的问题 显而易见 很多时候也是林大厨自己在临时掏腰包店前 节目中也很明显可以看出赵丽颖欲哭无泪的感觉 又不能把话很直白地告诉林大厨 这样会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 大家是来做节目的 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节目搞得对方难堪 也没有必要搞垮彼此关系给自己招黑 赵丽颖也是很委婉地建议林大厨 可以让你的弟弟出去采购 毕竟赵丽颖知道林大厨的采购性格 于是呢 针对此事 网友也进行了很多评价 但评价大致占两个位置 一 赵丽颖身为财务管理 她很不容易 二 林大厨身为一个厨师 她没必要考虑这么多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开不开饭店 除了是老板的责任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厨师的责任 大家来吃饭 吃的就是厨师的手艺 厨师做的好吃 大家常来 不然只此一次 不会有回头客 至于 网友说的这种 后厨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 也是对的 现实生活中本身就是这样 你想让我做的好吃 必须给我配置好的食材 更何况是中国顶级专业厨师的林大厨 肯定更注重食材的选择 反之就是赵丽颖的心态 不少网友也表示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重点用数据说话 根据节目组给出的数据 中餐厅的经营时间已过去三分之一 距离两万元的目标还差很远 另一方面 启动资金是两千元 总营业额是八千零八十九元 总支出九千零二十点八元 剩余一千零六十八点二元 也就是说中餐厅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只赚了一千零六十八点二元 照此推算下去 最终营业额有三千多一点就不错了 所以当务之急肯定要因变而变 不然只能坐吃山空 个人认为 如果赵丽颖和黄小明不制止林树卫的疯狂采购行为 中餐厅马上会变成一档公益节目 此外 就是砂锅问题 个人发表一下看法 十个桌子或许没必要买十或者十五个砂锅 有七八个足矣 因为这不是婚庆举办酒席 没必要每一桌都做得一模一样 十个砂锅更没必要这么多 还有就是砂锅质量问题 节目中砂锅列了好几个 这是购买时的质量问题 或许是节目组要走没时间 如果有时间 必须上门赔偿 砂锅本身就是做饭用的 买回去不是为了收藏 放上去就被烧坏了 很明显是质量问题 总体来讲 彼此要理解对方的不容易 有一位网友说得很对 大家是来做餐厅的 尽管是一档综艺节目 但首要任务就是赚钱 如果不赚钱这么下去 中餐厅非成为一档 宣扬中国美食文化 且不赚钱的公益节目了 同时还是希望几位 可以相处的稍微好一点 网友也没必要刻意捧高 踩低或者抹黑 都不容易 感谢栗